孩子 你也别怪我 不要怪 就怪你爸 还有你那回心的奶奶 妈也不想这样做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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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干嘛呢 妈 怎么是你呀 你抱着孩子这是干嘛呢 嫂子 你求我干什么呀 我实在是不想活了 这什么事啊 你非得抱着孩子跳河 因为孩子考虑过吗 走 先跟我回家 走 快 来 先坐下 你快跟我说说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嫂子 你不知道 现在 只要活在家里 我实在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你都不知道 我婆婆在家是怎么对我的 你婆婆对你不好 你可以跟那个大帅说呀 你怎么能想不开呢 这大帅也不理解我 说我在武力群呢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行了 你也别难过了 我现在就给大帅打电话 扔他过来 今天啊 当着我的面 你把话给他说清楚 啊 嫂子 你打电话叫我过来什么事啊 还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 今天要不是我路过 你媳妇给你孩子都跳河了 什么 跳河 蓝蓝蓝 这怎么了 这好了呢 你带着孩子为什么要跳河啊 为什么 你想想你媳妇一个人带着孩子她容易吗 但凡她有点办法 她会想不开吗 想不开 这不对啊 我每次跟我妈打电话 她说都把蓝蓝照顾好好的 这 这怎么会想不开呢 大帅 哪里好了 你给妈打电话的时候 妈从来都是报喜不保佑 她是怎么对我的 你知道吗 蓝蓝 我那衣服呀 都换洗下来了 去给我洗洗 妈 那不有洗衣机吗 你放进洗衣机也能洗 我的衣服能有洗衣机行吗 但用手洗 那你去洗啊 你说什么 蓝蓝 你让我去洗衣服 我什么时候洗过衣服呀 那我要是洗衣服来 我要你干什么呀 把你洗过来 我养着你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你看我们现在挺着大肚子 怎么给你洗衣服啊 怎么不能洗呀 蓝蓝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自己怀孕了 就什么了不起 在我们家 就可以撑网做伴了 我告诉你 我不会惯着你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我不就是没给你洗个衣服吗 我这么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给我顶嘴呀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去干什么不就行了吗 快去 行 我去 看使坏不弄你了 妈 你能不能别玩手机了 帮我探换孩子 你干什么 你看这家里家伙还没收拾呢 上也没做呢 大孩子放上呢 收拾家伙 那怎么能行呢 这孩子没人看可不行 妈你就看他一会儿 没人看他还能跑来呀 他是不能跑 但是 他会哭吧 这小孩子 哭了成怎么了 他哭呀 是干活的 再说了 他哭了吗 我看你呀 就是见不得我闲着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这孩子生下来 你也没照顾过他 这我 求你帮我看一会儿孩子 你还这样说 你生的孩子 凭什么让我照顾呀 是我生的孩子 但是你也是孩子的奶奶呀 这大帅让你过来 就是为了照顾我们娘俩的 现在 你反倒让我过来照顾你 你行了 少拿我儿子来压我 我告诉你奶奶 我把我儿子养大 我的义务呀 已经完成了 这是你的孩子 我没那个义务给你看 妈 既然你这样说 你就不怕我告诉大帅吗 随你的便 这大帅啊 可是我儿子 他是相信我这个亲妈 他是相信你呢 别遗憾我心情 我打开去了 妈 妈 妈 这妈怎么能这样呢 不行 既然妈不愿意帮我看孩子 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 我给大帅打电话 喂大帅 你现在忙不忙 哎呀我现在忙得要死 一刻都不得想 大帅 你能不能请几天假 请假 我这工作天天忙得要死 我哪有时间请假呀 对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跟你说啊 我一个人看孩子 实在是忙不过来 你能不能请几天假 过来帮我看看孩子 就这事啊 那妈不是在家里吗 我不是她打电话 她都过来好好照顾她吗 妈根本就没在家 她出去打牌去了 不可能 这妈跟我说得好好的 哎呀我这太忙了 我该忙了 喂大帅 这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我看这日子也没办法过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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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了别哭了 妈 妈 妈 什么 这 这我妈怎么能这样呢 这不拼人家打电话 她说把男人照顾很好的 这 原来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呀 这 没想到让你受这么大委屈的事 大帅 我也得说你几句 虽然你在外面挣钱也挺辛苦的 但是你媳妇带着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你应该多给他们一些关心 你说今天要不是我的话 你恐怕连孩子老婆都看不到了 到时候你后悔也没有用了 是是是嫂子 您说的对 您教育的对 这都怪我平时太疏忽了 也没有关心我兰兰 这平时只感觉自己忙忙挣钱 这把家里都给疏忽了 嫂子您放心 我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兰兰对不起啊 这样了 咱们现在就回家 我找妈好好说我理去 走别怕有我呢 好好说 谢谢你啊嫂子 没事 这一家人 来慢点 哎 我说儿子 你怎么回来了 妈 你还真有嫌弃啊 在这里吃花生扣花嘴 还我怎么回来了 我要不回来啊 你儿媳妇跟你孙子 都要没命啊 这到底怎么了 蓝蓝 你去哪儿了 还去哪儿了 我让你在家照顾好她 这蓝蓝抱着孩子都要跳河了 你竟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照顾的呀 大帅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蓝蓝 这蓝蓝 这蓝蓝你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跳河呢 这我说 我回来的时候蓝蓝没看到你 好了妈 你不要再狡辩了 我没想到 你竟然能这样做 这平时我在外面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给我说着好好的 给我保证着好好的 说好好的照顾蓝蓝 这如果不是燕子嫂子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来 我还不知道这个事呢 妈 你真让我太伤心了 这蓝蓝怎么了你了 你想这样对她 儿子 难道我是你亲妈 你不相信我呀 我会那样对蓝蓝吗 你说在这个家里 我这时候蓝蓝和孩子吃的 还是烧的喝的了 你看你这个态度 到现在还在狡辩 还不知错误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蓝蓝自从嫁到咱们家 对你 对我们多好啊 照顾这个家 没生孩子之前 这家里 家外 家务什么的 没让你干过 让你过来享福 这蓝蓝 现在生孩子了 我就让你照顾几天 你就这么照顾她 妈 有你这样当婆婆的吗 这说话好说的好 十年看婆 十年看媳 如果你现在这样做 你让我以后怎么办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我看你啊 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什么事情 都挺有你媳妇的 你为妈回忆过吗 她不就是生孩子吗 多大的公罗呀 这哪个女人是我孩子呀 这我照顾她 照顾她做好的了 她这不是 她给你找我的事吗 妈 你也说了 你也是女人 都是我孩子 你更应该理解 这不是苦啊 我怎么不理解她了 我是孩子主 她都是我自己做 我说什么了 妈 那是上边的事情 你不能把上边的事情 强到蓝蓝身上呀 但是蓝蓝对你确实不错呀 那是她应该的 男个人媳妇 嫁进婆家 不照顾好自己的婆婆呀 行行 妈 既然你现在还致命不悟 那我也不说什么了 你现在 给我离开这个家 回去老家去 通知以后 这男的男的孩子 不需要你照顾 你给我走 那好 这话可是你说的 娘 我真是非要了你 行了 你赶紧走吧 我现在就去收的东西 永远不会看见你 你没家外屋 行行 蓝蓝 对不起啊 让你受委屈了 我真没想到 我妈能这样做 你放心 我以后啊 不出去了 我就回来好好照顾你 等孩子大了 我再出去工作 行 行了蓝蓝 你这在外面 待一天了 也该累了 你抱着孩子啊 先进屋休息 我去做饭 对不起啊